这些细节他没跟我说出来 我都搞忘了 但是我给他感冒 就是那个房东 但是我是给你80块钱 86年80块钱 连房租费就30一共一百一十块钱 你说我要赚这一百一十块钱 好难 其实我也很委屈 说到这个事我今天在这 我租他感冒的房子 开始不是他说的二楼 是一楼 感冒他们住这间房子 我们住的这间房子 我不知道女儿你还记不记得 还记得 楼上是外楼梯 没有福是那种 别人来看就看上我这间房子了 就是他楼上的房子就不好住 那个时候我住房子 东西就一个纸箱子 装衣服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床 就把我的东西直接搬上二楼 当我上二楼一晚上 我都没睡着觉 我想我的女儿 才几岁 才半小时 你看我整天都在做生意 我女儿在楼上 外楼梯很直 就那么直 而且很逗 如果楼上有小朋友 叫他上来玩 他都都跑上来 一笑半下来 我怎么办 因为又追不到鱼 又轻了 那时候我好痛苦 我最不好说 别人给三楼 我又给你三楼 所以什么要追 我就拼命想挣钱 我自己买房子 所以就 呼吸了对小孩 回忆起当初租房时 受欺负的经历 李女士百感焦急 悲痛不已 漂泊异乡 无依无靠 能把女儿带在身边 已属不易 又哪里能顾得周全呢 但对于当时 还年幼的小李来说 她唯一刻在脑海里的记忆 只有哀打 让小李疑惑和费解的是 母亲的简单粗暴 只针对她 她对外人都很好 除了我 她身边的朋友 她的客人 都给她说大拇指 她非常的细心 非常的会为别人着想 非常的有耐心 只有对我不是 在女儿和外人面前 李女士真的有两副面孔啊 记得我十二岁 还是十三岁那年 我妈会给我十块钱 周末 我那次做了一个葱花排骨 我觉得好好吃 然后我就舍不得吃 留给她 然后等我妈回来了 我就端出来 妈妈我今天做那葱花排骨 特别好吃 你赶紧吃 当时我表妹在 就我舅舅的女儿在 排骨嘛 中间只有一小块 两面全肉的 肯定是最好的 她就一直在那挑 挑来吃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挑嘛 那是我给我妈留的 我妈筷子一针 反手给我一把 老子不吃你 你妹妹吃点咋 就是 她对你舅舅的孩子 挺好的是吗 非常好 什么样的好 你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 要学费吧 因为我妈妈她做礼饭嘛 都比较晚 我晚上是不能早她要钱的 因为她做生意 白天早上早她要钱 她就会说 我们做生意的人 早上是不能拿钱出来的 没有一次 是很顺利地拿到的 她忘了 我说妈妈真的到了 她不可能 我给了你钱呢 然后我说急了 她就直接把兜里 把钱拿出来 还站在那个地上 想那会儿我们店里 可能有二十来个员工嘛 那你拿走嘛 我转身我就走 从此以后 没有找她要过一分钱 我觉得她跟我要钱 说得很难 我只觉得是一次 其他我都记不散了 我妈挣的钱 给我两个舅舅做生意 然后给我两个舅舅买房子 然后反正生意做做做到了 然后又这辆钱 他们的孩子没钱读书 反正找我妈要了 我妈是很慷慨的 我是不可能的 我是姐来的 为什么她会感觉到 你对你的家人 你的娘家人 可以做到那么主动地好 而对于她去祈求 好像都祈求不到 这种对比 这种也不是每次 就是一次保持我绝对好 但我过去的事情 我记不上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我也许就觉得 她是自己人 怎么都无所谓 那是亲戚 不可以太过分对她 就没顾及到自己女儿 这种内心深处的感受 所以她刚才讲的那种 特别是涉及到钱这方面 在妈妈心里 我好像是一个讨债鬼的 这种心态 会给她带来的那种羞辱感 妈妈能理解吗 我现在理解了 以前我都没顾及到 好像都不懂 刚才你说的羞辱感 我简直没想到这方面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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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